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间已经历史蛮悠久 然后已经二代经营的铜器公司 那像之前有蛮多国外的客户 那台湾也有一定的市场 那在美观和品质上面 我们都有一定的坚持 我们第一代的时候是做佛雕 那慢慢转型成佛具产业 专注于铜器上面的制作 传统铜器就是铜色托拉色 到了二代的时候我们发现 就是可能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这些颜色 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他们的居家风格 或者是他们需要更不一样的设计 那考量到这一点 我们就慢慢地研发 看看能不能有不一样的产品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中间我们经历了金竹色 它是很像结晶 金色的画面上面有很多结晶的样式 后来我们又研发了 跟随iPhone的角色 我们研发了各个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现在的烤漆色 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样色 或者是我们已经有 sample的颜色 那你们可以就是做选择 第一名黑毯中 有些客人他不想要金色 也不想要黑色 那他就会选择黑毯中 它是还蛮温和的棕色系 那可以搭配木头跟整个居家装潢 那如果你是五印良品风的居家装潢的话 就还蛮适合的 第二个是昭和黑 昭和黑它是比较属于雾面系的黑色 所以整个放上去就还蛮沉稳的 那它可以整个是雾面黑 那你也可以搭配金边 所以黑金的选择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第三个是粉金色 粉金色它不同于传统的铜色 它是有点带粉红色 很像以前的24K金 比较算是粉嫩的颜色 那整体放在佛堂上面的话 就会很漂亮 有一种很柔美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客制色的选择 我们目前希望 未来可以往文创产品那边折吧 活炬商品说小话迷你化 那可能就是可以放在办公室 或者是小空间里面 那可以做小小的公仔 或者是办公室上面可以做指证 那小元宝之类的 佛具它可能就不再只是佛具 它也可以成为居家的一个装饰品 或者是艺术品 甚至是家具的一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全部的生产放在台湾 那尽量给客人更好的品质 那在维修部分或者是设计部分呢 都是在台湾进行 成立于西元1987年的 村大铜器专制 宗教 居家等铜器用品 如香筒 花瓶 静台 神明灯 神明炉等等 力求精致 艺术 创新 时尚 研发特殊色烤漆 提供客制化服务 在潜心礼佛 圣中追缘的同时 也能追求品味与质感